大家好,我是小雅,来自老挝 大家呢,经常问我 小雅,嫁到中国幸福吗? 嫁到中国好,还是老挝好呢? 呃,经常问我的 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再回忆一下这个问题啊 嫁到中国就是非常好 是说话就是80的很,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雅 呃,你什么时候跑呢? 经常问的,你还没跑啊,这样 说实话,这句话呢,是经常问我的 呃,不知道大家是当真问还是跟我开玩笑问的 还是外国媳妇嫁到中国这边经常爱跑的吗? 还是什么情况 呃,问我的话,我就叫回哦 我不会跑的 大家看我的身后,全是 橘子,甘子,橙子特别多 而且四川省 每三次这边呢,种的橙子比较多 然后我婆婆 我公公,就是我老公的老家有果园嘛 大家说我,我会跑嘛 哈哈哈,我觉得我嫁到中国这边我比谁的幸福 每年有免费的果就是,还有每年还有收入 大家说,能跑吗? 经常问我,我今天早上呢,是来摘果子的 一大早就来 呃,这家里面呢,也是摘了 差不多了,摘完了 现在还剩的是,啪啪干,还有不知火 最近呢,我们这边是果子生熟了 现在呢,我们同一个村里面嘛 隔壁农村的,一起嘛,邻居的 看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外国媳妇嘛 我能把我自己的家的果子全部摘完了 发网了这样哦 他们也觉得,哇,可以 就是经常来跟我,婆婆,我妈说 哦,你这个外国媳妇可有 还有没有的 就是帮介绍哈,对象 就是私说话嘛 意思是,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给你的媳妇一样 你师父稍冷感 很冷干,很,会做事 意思是说,我把我家的果子卖出去了 他们就是觉得,哇,可以,这样的意思 然后现在,我平日就是五点半 六点钟起床的 来摘他们的果 啊,我是真的,有来摘他们的果呢 我也是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 只要他们有摘他们家的果的话 他们是很开心的 看见邻居啊,叔叔阿姨啊 一直在笑不停 开心,就一大脚就起来 准备摘果汁 我介绍到中国这边是 没有申请拿到绿卡的话 我也没有工作 只是还好我有机会做了这个 记录生活的自媒题嘛 然后我也做了刚好是一年 也是刚好今年也是第一年 开直播推荐我们当地的水果 安园38号 果冻成,啪啪干,不知火 三个品种 我们这个地方是种的比较多的 算了我家到这边是家到农村的 我也是农村人 看果要长起来的 要包起来 管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管不好呢 果也长得不好 如果管的好呢 土色呢要高一些 所以呢 我是很理解这边的农村人 做就是种这种的 甘子、橙子、橘子的 最近呢我的事情呢 一般都是每天都会来直播 一天两次的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就是推荐 现在现成熟的 爱园38号 爱园果冻成 也有一部分的粉丝家人 也说萧雅 你天天直播推荐 这个爱园38号 觉得就是意思就是有意思吗 天天都在推荐这个爱园 大家说不推荐怎么办呢 果子绳熟了呀 还是要推荐呢 还有一部分的家人也说 萧雅加油哦 干得好 还帮了 你们这边的 熟了你自己家嘛 就是摘完了 你还帮的就是 你凝聚农民 这边的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还有提高了这边的 当地的水果 加油哦 对 也有哦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五十的 其实我也想停了 因为我家里在了 完了 但是大家说我 我真的我停不了 只要这果子真的宣布 再完了 或者再看情况吧 天天都 邻居啊 叔叔阿姨 天天都给我打电话 叫我去看果 去看哈 小鸭过来看哈 我家屋头怎么样呢 姑姑 可以摘你就摘 不可以摘 你就不摘 过来喵哈 哦 天天打电话来 再跟我说 我的我的心都暖了 说实话 其实我就不想 不想做了 因为我觉得 大家就想 就是就想 就是我自己家的 但是 但是我也想 在这里跟大家说 就是一下 这边的农村人 他们的果子呢 口感啊 或者什么 也是真的很好吃的 种的是一样的啊 同一个村果子都是一样的 今天早上呢 是在一位 娘娘 实实话就是娘娘 普通话就是什么 阿姨啊 摘果 摘得差不多啊 现在正在摘 也不多嘛 应该八百九百斤左右的 就非常热情 把它的火烧起 就是说就把火烧起 把楼煮起 鸡压杀起 就是把火烧起来 烙煮起来 鸡压 转被杀 这样的意思 因为四酸这边 我真的特别喜欢的 一个重点就是 四酸能很热情的 削什么都可以 吃的话就不能削啊 吃的好 你看火都烧起来了 等下大家去看一下啊 他就要啥吃 你吃酒的 你这样抓抓虫子吧 狗子这个呢 狗子干嘛 又干嘛 我呀 啥嘶啥的 秋鸡诶 哇 大家看我身后奶奶熏了肉 好 爸说奶奶 你这个拿肉可以 在四川这边呢 习俗就是快过年的时候 都会熏香肠腊肉的 你吃了我们的饭吧 吃点滚 吃点滚 你好 好 你看三号吃 好吃 爸爸养四十年了 一年吗 哇 好漂亮 小月 你多吃点 好 起来起来 别担心 好好好 你再来这个 好 这种结果